明天新闻综合报道 号称是全亚洲第一座的数位艺术中心 在筹备了将近六年赤资2500万以后 终于在台北之山捷运站正式的开馆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个新的艺术据点 明当抢眼的黄色外观 让台北数位艺术中心给人充满朝气的印象 但不久前这里还是一栋老旧的 肉品市场运销大楼 不过经过改造后 不卖重了改卖艺术概念 初它是一个肉品市场 所以它要处理肉类 所以它的地平基本上在中轴线往两侧 它落差会比较大 就是当初为了排血水的排水沟的设计 那在这些限制上面 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把它转化为一个研发的中心 一个资源整合的平台 在数位艺术中心里可以看得到结合影音录像的前卫艺术装置 像馆内正在展出的马军府装置作品就是一个例子 它做了好多个身高差不多表情也差不多的娃娃 身上还画着许多网路世代的符号 借此来嘲讽时事 也呼应艺术中心的文化背景 很好玩的是说 它这件作品有 就是在生产一个儿童 如何陪一个儿童 他用一个输送带来暗喻这件事情 那刚刚好跟我们这时候 当初这一件 这棟建物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在输送那个肉品的设施 刚好不谋而合 在欣赏传统绘画以及雕塑之后 台北数位艺术中心将成为新的艺术据点 也开启民众的欣赏事业 连单新闻黄连湖柯强 台北报道 继续 儿童的游戏区可以有什么不一样的创意变化